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父亲折磨养女整整五年,养女对其恨之入骨。当父亲去世时,养女准备把她扔到荒郊野外,但是两年后,养女打开老父亲留下的书包时,她当场泪流满面,哭得像个泪人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从前,麻洋县有个偏远的山村,村子不大,但是住着俩妇女。 父亲叫麻长顺,今年七十岁,女儿名叫麻金花,今年刚满二十岁。 金花是个可怜的孩子,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,是养父麻长顺在干农活的时候发现了她。 把她带回家。 金花的养父是个老实敦厚的人,腿有点问题,走路一瘸一拐的。 由于家庭条件,加上腿脚残疾,没有人愿意嫁给她。 一生都没有结婚,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光棍。 由于麻长顺没有女儿,就把金花当作亲生女儿。 那时候对金花而言,一日三餐能吃上就不错了。 起初,养父麻长顺收养她的时候,对她还挺好的。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第一个给她,那时候对她疼爱有加。 那个时候,家里日子过得很辛苦,养父既要赚钱,还要照顾年幼的金花。 就这样,养父一直从未放弃过,一直孤身一人,独自把金花养大。 养父呢,也是希望自己将来老了以后能有个依靠。 时间过得很快,金花慢慢地长大了,却发现养父对她越来越不好。 金花刚上小学的时候,养父非常支持她,每天还把她送到学校,放学后按时接送她回家。 金花的童年生活还是挺幸福的。 但是,金花小学毕业后,养父就不让金花继续上学了。 坚持要让金花留在家做家务,以此养家糊口。 在家里做家务的这五年时间里,养父对金花残忍到了极致。 金花一度以为自己会被养父活活给折磨死。 回忆起养父去世前那段时间和自己的遭遇,金花至今都记忆犹新。 朋友们,接着往下听,为什么养父之前对金花很好,为什么后来要折磨金花呢? 原来是有原因的。 那时候,由于家庭条件不好,导致家里的伙食也不好,营养跟不上。 金花从小就很瘦,而且经常生病。 瘦瘦小小的她却被养父叫去山上割草喂牛。 金花割的草不够牛吃,养父就用小罐子抽打她,而且晚上不允许金花吃饭。 更离谱的是,养父为了惩罚金花,有时让她晚上睡在臭烘烘的猪圈里。 养父告诉金花,那是为了让你体会挨饿的感觉。 有年的冬天,天气异常地寒冷,金花在黑暗中冻得瑟瑟发抖。 金花清楚地记得,是邻居牛大娘见她可怜,偷偷地给她端来了一碗白粥和两个馒头。 但是这件事情马上被养父知道,养父直接把食物从金花手里抢过来,扔在地上。 第二天,因为饥饿加上严寒,金花发高烧了,烧到四十度。 朋友们,你们想想,一个孩子烧到四十度的高烧,那是什么概念? 可是养父竟然没有带金花去看病,只是让金花喝了点白开水。 说喝白开水就会好起来的。 在金花生病发烧期间,养父仍然不放过金花,继续让她割草喂牛,做家务。 养父每天都让金花做家务。 家里的大事小事,她自己从不管,全部都让金花一个人干。 为此,金花从小就学会了独立。 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 虽然金花那么乖巧懂事,也学会了做家里所有的家务,但养父还是不喜欢金花,从来没给她一个好脸色。 甚至无论她如何向养父示好,养父都不理会。 养父只有让她做家务时才和她说话。 其他时候,总是把金花当成空气一样。 最可怕的是,金花的养父一直爱喝酒。 喝了酒的养父,酒品就很差。 有时候借着酒精一上来,就会发疯似地打骂金花。 在那段日子里,金花过得生不如死。 她很想离开,她也想逃跑,不想待在这个家里。 可是每一次养父在醉酒打她以后,都会跪下求金花原谅,求金花不要离开她。 而且嘴里还胡说八道地说道。 她说这样对金花是有原因的。 金花当时不明白养父是什么意思。 心想,这些年要不是养父收养自己,自己也活不到今天。 想起来以前养父对自己还是挺好的,金花一下子心软了,就没有离开养父。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养父在一个冬天的早上突然离开了人世。 金花想起这些年饱受养父折磨,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流。 看到养父去世,金花心想,再也不用被养父虐待了,自己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。 金花当时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,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她恨不得把养父扔到野外给狼群吃掉,从此让养父消失。 想到这里,金花就有了种解脱的感觉。 但是金花还是没有那样做,因为她知道,要不是养父收养了自己,她早就活活饿死在了矿野里了。 那个时候,金花家条件也很差,也没有钱。 邻居们见金花可怜,就帮金花简单地埋葬了她的养父。 自从她的养父去世后,金花一直独自生活。 金花觉得,生活没有了养父的虐待,生活过得很惬意,很充实。 自己呢,什么事都能做,自己每天给自己准备好一日三餐,好好地生活着。 虽然穷,但对自己来说,比养父在世时好多了。 现在,金花慢慢开始长肉了,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,也胖了不少。 养父去世后,邻居的牛大娘给予了很多帮助和关心,经常去金花家里,看看她是否需要帮助。 有一天,金花在家打扫卫生时,她在橱柜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书包。 原来这书包是养父生前给她买的。 每当想起养父,就会想起那段痛苦的日子,金花的心就会隐隐作痛。 于是,她想都没想,赶紧拿出书包准备扔掉。 可当她打开书包看到里面的东西时,她瞬间崩溃,哭得像个泪人,觉得自己之前的那些想法真的是很可笑。 金花到底发现了什么呢? 朋友们,接着往下看。 金花翻开书包里的东西,发现书包里不仅有一些她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图书。 还有一个用塑料袋紧紧包裹着的东西。 金花赶紧把它拿出来,想看看塑料袋里裹着的是什么。 就在这时,邻居牛大娘突然来了,金花吓得惊慌失措。 她赶紧把东西收起来藏在背后。 她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,但金花毕竟还小,躲不过牛大娘的眼睛。 牛大娘看着金花的表情就知道,她有什么事情瞒着。 于是牛大娘就问金花,孩子,你怎么了?背后藏着什么呀? 金花被牛大娘问得不知所措,因为太紧张,金花的小手一直在颤抖。 牛大娘看着金花的表情就猜到她一定有事。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,牛大娘上前拍了拍金花的肩膀,说道, 孩子,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吧。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,不要害怕,牛大娘会顶力帮助你的。 金花一听牛大娘这么说,很是感动,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 金花就这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牛大娘。 这时牛大娘一把摸着金花的后脑勺说道, 孩子,你有什么想说的,直接说就行了。 如果你不想说,我也不会强迫你的。 但你有事一定要告诉我,别一个人硬撑。 当牛大娘的话音刚落,金花瞬间放松了很多。 她很高兴能遇到牛大娘这样的好人, 一直关心她,帮助她,她很是感激。 于是从身后把书包拿出来, 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。 当金花倒出书包里的东西后, 看了看书包里的东西, 里面不仅有她喜欢的书, 还有用塑料袋紧紧包裹的东西。 她打开一看, 里面有一堆皱巴巴的伞前。 金花数了一下, 大概是八万元左右。 然而在钱堆里呢, 金花还发现了一封信, 她很是迷惑地将信封打开。 当她看到信的内容时, 她彻底接受不了, 哭得像个泪人。 原来呢, 信中的内容是这样写的。 对不起, 我的乖女儿, 我知道不让你上学对你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, 你想要好好学习, 但我没有办法。 不久前, 我查出有咽喉癌, 虽然是中期, 但我们家以当初的条件, 肯定没有办法去治疗, 所以我选择放弃。 女儿, 我很抱歉, 不能陪你一起长大, 不让你上学呢, 我考虑了很久, 所以决定让你退学, 让你更早地独立起来, 学会照顾自己。 这样就算我去世后, 你也能自己照顾自己。 你不能什么都不做, 这样会把自己活活给饿死, 只有学会自力更生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。 这样我才能放心离开你。 学习好不好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, 最重要的是, 你要有活下去的能力。 我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对待你, 是因为我爱你。 女儿, 自从我把你抱回来那刻起, 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来看待。 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长大, 但我的身体不允许, 我宁愿你以后恨我, 我也要严格要求你, 只希望你健康地活着,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 里面有我攒了一辈子的八万块钱, 我就交给你了, 我希望我走后你能照顾好自己。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 记住, 不要伤心, 不要恨我,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 最后, 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, 我没有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, 不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家, 还要逼着你快点成长起来。 我真的不配做一个合格的父亲, 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 读完这封信时, 金花已是满脸泪水, 哭得像个泪人。 看着眼前的金花酷得那么伤心欲绝, 旁边的牛大娘也眼眶湿润了, 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, 金花做梦也没有想过, 她的养父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, 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知道真相, 误解养父这么久。 看完这个故事,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好了,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和志恒相约, 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 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